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卓成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小药袋里面平常会带些什么药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像我平常出去拍戏或者活动的时候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发生一些 小意外所以这个时候 身边有这个小药袋就是必不可少 然后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药袋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药 看一下真的是满满的 就各种各样的药 首先从小的开始吧 一个眼药水就可能平常眼睛干涩 或者疲惫的时候就会滴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金腕红软膏 我之前拍一个厨师的戏的时候 我就把手烫伤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烫伤膏 还挺好的 下一个是这个驱蚊水 之前我刚进组的时候还挺热的 然后我经常要去丛林里 要拍一些戏这个时候蚊子就特别多 就特别需要一个驱蚊水 然后这两瓶云南白药 像我现在拍这么多戏可能武侠比较多 就是一些武林高手 这个时候拍打戏就经常 就跌打损伤 这个时候就我喷一些这个云南白药 还是挺管用的 还有什么呢 哦这个驱子皮 可能天上去吃饭的时候 不特别把这个饭弄在衣服上啊 你就可以拿这个 赶紧把它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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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补救一下 可能不会那么脏 这个特别好用 这个一般都是 好像是被蚊子咬了之后 就是涂上去它可以 及时的把你那个包削下去 让你不会那么痒 我觉得这个还挺管用的 下一个 里面有我的维C维E还有维力 就是提高免疫力这些 我就把它都分到这个小装里面 就方便携带 还有就是这个眼罩 可能平时休息不够 然后路头比较远的话 我就会在车上戴这个 然后可以同时休息 接下来 哦 纱布 就是你背着总会用到的 哦 点符 之前也有几次拍戏就突然拍打戏 什么手啊 或者用腿啊 磨伤擦伤了 就需要用这个点符先消毒 然后同样 还有背有这些 这些酒精湿巾 然后也是皮肤磨伤之后 然后先把它擦一擦 然后抹这个点符 还有整好零颗粒 因为现在换季就容易感冒 然后还有一些 哦 这个也是曲纹贴 这还挺方便的 就是也是你可能在拍戏的时候 然后闻不要多的话 你就把它贴到衣服上 就藏在那个西服里面 然后还也看不到 然后可以达到一定的曲纹效果 装可贴 装油精 销银药一杯 然后还有一个饮料水 可能我之前眼睛有点发疑 然后我就会比这个银水 配给一个银银骨的口罩 虽然现在疫情好 谢谢大家出门 还是要记得戴口罩哦 好了 没了 好 今天我的小药包 开包视频就在这儿 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 户外游玩的时候 还是平时在家的时候 都要必备写下这些常备的药 祝大家超好 拜拜 再见